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好 现在是台湾时间 2024年6月29号的早上 现在是早上11点星期六 征佛中网络大学第六门课程 天音雅跃理论课 第二章 月礼章程二 第二节 修子福的认识和托的识子 现在开始 首先我们恭敬和掌 一心鼎礼根本传承上师 圣增联身和佛 一心鼎礼尊佛中历代传承祖师 一心鼎礼佛法身三宝 齐请根本传承上师 加持今天的课程 吉祥如意圆满 我们首节莲花童子首映 恭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 哦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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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我们的会长莲花陈祖上师 教育处处长联合上师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及线上的莲花同志们 大家早安 午安 晚安 我们上一堂课 我们认识了音符的结构 还记得吧 斧头 斧岗 斧尾 还有斧干 然后我们也知道了那个斧干的功能是什么 然后老师告诉我们音符的老大是谁呢 就是全音符 然后它的分身有两分音符 四分音符等等的音符 我们也吸取到了音符的十字 音符的十字主要是让我们知道音符它的快慢指数 而今天呢 老师将继续地告诉我们 羞耻福和托的十字 好 我们现在我们大家欢迎莲永老师开始授课 好 谢谢 最近爱的师孙师母 中委会的会长陈主上师 中委会的教育组长 联合上师 连家上师 各位上师 各级红法人员 还有网路上的各位同学 大家早安 午安 晚安 大家好 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上课 我觉得我们好像离别了有好长一段时间 希望大家没有把以前学的都忘记了 好 我们上一堂课学的是 音符的认识和他的实质 那么这一堂课呢 我们要学习的是 修子符的认识和他的实质 那么单就这两个标题来看呢 他们在文字上的表现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前面两个字 一个是音符 那么另外一个是修子符 这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是说音符跟修子符 他们的是异曲同共的东西 我们对他的认识跟他的实质的算法跟运用 其实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修子符 那修子符呢 无独有偶的 有音符呢 就会有相对称的修子符 那么修子符的实质呢 指的是修子符在乐符中 休息时间的长短 也就是说音符在乐符的行径当中呢 有时候是停下来休息的 我们不一定要不断的前进 因为这样子呢 除了可以增加一首曲子符波声诺的程度以外呢 我们也可以让呼吸做适当的调整 那意思就是说修子符呢 就是说我们在唱课的时候要停下来休息多少拍 那么他的功能呢 跟他的实质呢 跟音符呢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只要了解了上一堂课所说的音符呢 我们要了解这一堂课的修子符一点都不难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修子符 所以呢 修子符呢 是指一符号 用以表示记录不同音间断的实质 也就是说声音停顿暂时休息的符号 所以呢 修子符呢 它是一个符号 它不是一个音符 还记得我们在前几堂课我们曾经说过吗 无限符 也就是乐符 它的组成元素有两个 一个是音符 一个是符号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修子符呢 它就是一个符号 那么修子符呢 它在乐符中常用 是很常用的一类 尤其在无限符中呢 修子符呢 可以说是重要组成的部分 那么一个作曲家呢 他编出了一首曲子以后呢 有修子符呢 会让整首曲子呢 不管是在旋律 节奏 甚至于情感表达方面 都会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 所以呢 只要我们巧妙的运用 修子符呢 就会影响到歌曲旋律的绝授 所以啊 修子符是不可缺少的 不管是放在乐符上的任何位置 都会影响到乐曲的变化 那么修子符的停顿时间长短呢 跟音符也是一样的 他也有分全修子符 二分修子符 四分修子符 八分修子符 十六分修子符 三十六分修子符等 意思也就是说 还有六十四分修子符 还有一百二十八分修子符 他们之间跟音符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你只要把修子呢 换成音 那他就是跟音符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 只是音符呢 是唱出声音来的 那么修子符呢 它是五声席 是停止休息的状态 好 那在我们进入认识修子符以前呢 我想再跟大家再讲一下音符 跟大家温习一下音符 因为我觉得音符呢 实在是太重要了 那我们打开一首乐谱呢 来看呢 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看到的就是音符 然后也唯有认识 了解音符以后呢 我们才有能力呢 去了解乐以上其他的 像符号啊 吊号啊 或者是拍号这些东西 所以呢 我觉得音符它非常的重要 那我在这边呢 再跟大家温习一下 音符呢 在乐谱中呢 它有不同种类的音符 用来表示不同时间的长度 也就是用来表示它不同音符的实质 也就是用来告诉大家说 这样子的音符有几拍 那样子的音符有几拍 那我们比较常用的音符有下面几种 第一个呢 就是全音符 全音符就是音符里面最大的音符 那所有其他的音符呢 全部要向它看齐 全部是由它分出来的 那全音符呢 它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圆圆的空心的 就好像是一个虚空一样 所以呢 它就是有资格作为音符里面最大的 就好像虚空一样包袱了一切 所以呢 如果我们用四分音符作为一拍的标准值的话 那么全音符呢 它就代表了四拍 那全音符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份 所以分额为二 那两个其中的任何一个就叫做二分音符 那二分音符呢 它是长这样子的 它也是一样中空的一个圆圈 可是它多了一个一个那个符感 那因为我们是把全音符呢 分成两份 所以呢 四除以二 每一份是多少呢 就是两拍 那我们如果把全音符分成四份的话呢 它每一份呢 就叫做四分音符 四分音符是长的这个样子的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空心的圆 它已经是一个实心的圆 再加上一条符感 那它有几拍呢 我们把四拍除以四 就是一拍 所以每一个四分音符呢 它就是一拍 那我们如果把全音符分成八份的话呢 每一份就叫做八分音符 那八分音符长什么样子呢 它就是这样子 它就是四分音符上面呢 再多长出了一条尾八 那它有几拍呢 我们把四除以八 就是等于二分之一 所以呢 每一个八分音符呢 它就是有半拍 二分之一拍 那我们如果把全音符分成十六等份呢 每一份呢 就叫做十六分音符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刚才的八分音符有一个尾八 现在呢 十六分音符是它的一半 多出来了另外一条尾八 它有两条尾八 那它居然又多分了一半出来 那么它的拍数是多少呢 就四拍除以十六 就是每一个十六分音符呢 它有四分之一拍 那我们如果把全音符分成三十二份呢 其中的每一个等份呢 就叫做三十二分音符 那三十二音符 三十二分音符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它有三条尾八 那它是多少拍呢 四除以三十二 就是等于八分之一 如果把全音符分成六十四等份呢 每一份就叫做六十四分音符 它呢 有长着四条尾八 那它是多少拍呢 就是四除以六十四 就是等于十六分之一拍 所以呢 了解了音符以后呢 其实修子符是跟它一模一样的 只是修子符呢 它长得不一样 但是它的运作方式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看修子符它是长得什么样子呢 OK 全修子符它长得是这样子 像一顶那个学士帽 可是它是帽口向下的 好像我们戴在头上这样子 然后再接下来呢 是一个二分修子符 它是帽口向上 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戴上帽子的状况 那么再来一个呢 就是四分修子符 我觉得这个是修子符里面最漂亮的一个修子符 它像一道天上降下来的那个闪电 我觉得特别的神奇 然后呢 再来呢 就是八分音符长得这样子 就是像一根那个豆芽菜 悬在一根那个直线上 然后十六分音符呢 就像两颗豆芽菜 然后三十二分音符呢 就像三颗豆芽菜 所以呢 以八分音符跟八分修子符来作为比较的话呢 八分音符是有一条尾巴 那么八分修子符呢 它就是有一颗豆芽菜 那十六分音符呢 它有两条尾巴 那么相对的修子符呢 十六分修子符 它就有两颗豆芽菜 那么三十二分音符呢 它是有三条尾巴 对不对 那相对应的三十二分修子符 它就有三颗豆芽菜 那同理可证继续下去的话 就是六十四分音符 修子符 然后一百二十八分音符 修子符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的那个数据关系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认识修子符 修子符呢 在乐谱中有不同的种类 像这样子 有不同的种类 用来表示不同的时间长度 还有不同的修子符的时值 也就是表示说 这个修子符要休息几拍 这个要休息几拍 这个要休息几拍 就是说不同种类的修子符 用来表示休息不同的拍数 那么修子符呢 比较常用的 有下面这几种呢 那我觉得八分音符 这个还比较好辨识 那前面这两个呢 大家会不会觉得说 有一点点就是 就是说比较难以辨识 因为一个是冒口向下 一个是冒口向上 但是我们如果打开一个乐谱 它只有给你一个 不管是全音修子符 或是二分修子符的话 你可以马上说得出来 它是全修子符 还是二分修子符嘛 你可能还要想一想 这个到底是要休息几拍 那我们也可以跟音符一样 做一个相关的联想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这个呢像不像是一顶学士帽 那我想请问各位同学 我们去求学是为了什么 我个人呢是觉得说求学 求学的目的是为了求取知识 学习知识对不对 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 就是说能够可以那个毕业 拿到毕业证书 然后戴上这一顶方形帽子 所以呢 当我们戴上这顶方形帽子的时候呢 就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这个阶段的学习已经结束了 也就是说 而且通过了 然后也就是说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做到了 所以呢全修子符 它就是最大最重要的 就是当你戴上学士帽的时候 帽口向下的时候 那么二分修子符呢 它是帽口向上 它就是说 当我们还没有站上去讲台 我们还坐在下面 听那个校长演讲的时候呢 我们还没有达到 就是说实行毕业典礼完整的时候 所以呢 很不好意思 二分修子符呢 只好让它趋居第二 就是变成是群修子符的一半 就是说每一个二分修子符呢 它就是两胎 那么四分修子符呢 它就是长了一道闪电 那就是跟前面是没什么关联 在外形上是没什么关联 可是大家如果想到说 一道漂亮的闪电 就是四分修子符 就是休息一拍 那也许大家这样子 就比较容易做联想 那八分修子符呢 它是长得这样 就像一颗豆芽菜 然后它就跟八分音符 就比较容易做联想 八分音符呢 有一条尾巴 那八分修子符 就是有一颗豆芽菜 十六分音符呢 有两条尾巴 十六分音修子符呢 就是有两颗豆芽菜 三十二分音符呢 有三个 三条尾巴 那么三十二分修子符呢 就是有三颗豆芽菜 那六十四分音符呢 它有四条尾巴 那么六十四分修子符 它就是有四个 四颗豆芽菜 这样子 那不晓得大家 那不晓得大家 觉得这样子的那种相关的联想 是不是可以帮助大家去认识 修子符的每一个种类 跟它的不同的实质 所以呢 它的实质也是跟音符是一模一样的 我把四拍分而为二 就是两拍 两拍再分而为二就是一拍 一拍再分而为二就是二分之一拍 二分之一拍再分而为二就是四分之一拍 四分之一拍再分而为二就是八分之一拍 八分之一拍再分而为二就是十六分之一拍 那这样子 大家不晓得是不是就可以比较容易了解 什么是音符 什么是修子符 它们两个呢 其实是就是我说的异曲同工的东西 只是一个是有唱出声音来的 一个是休息 没有唱出声音来的 那我们如果把它做一个表格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一个全音符等于两个二分修子符 一个二分修子符等于两个四分修子符 一个四分修子符等于两个八分音 对不起 是音符 一个全音符等于两个二分音符 一个二分音符等于两个四分音符 一个四分音符等于两个八分音符 一个八分音符等于两个十六分音符 一个十六分音符等于两个三十二分音符 一个三十二音符呢 等于两个六十四分音符 那么同样的修子符的状态呢 它就是全修子符就是等于两个二分修子符 那一个二分修子符呢 就是等于两个四分修子符 那一个四分修子符呢 就是等于两个八分修子符 一个八分修子符呢 就是等于两个十六分修子符 一个十六分修子符呢 就是等于两个三十二分修子符 一个三十二分修子符呢 就是等于两个64分休止符 我之所以不厌其反的一再的重复 因符休止符 它的拍数 它是怎么样子得到这个拍数的 是怎么样子计算出来的 其实就是要增加大家对 因符跟休止符的认识 然后增加大家对它的记忆 然后我们在普上看到它的时候 我们就很快的可以算出来说 每一小节有多少拍 或是每一个小节要休息多少拍 然后以至于我们在做 以后讲到那个节拍拍数的变换的时候 或者是调号 或者是符号变化的时候 我们就很快的可以读出来 这个因符它的音高 那么如果我们用 来比照一下 比对一下那个因符跟休止符呢 一个全音符就是等于一个全休止符 一个二分音符呢 就是等于一个二分休止符 我的意思是说它们的拍数了 然后一个四分音符呢 就是等于一个四分休止符 然后一个八分音符呢 等于八分休止符 一个十六分音符呢 等于十六分休止符 一个三十二分音符呢 等于一个三十二分休止符 然后以此类推继继续往下 分的越多呢 它们的拍数呢 就是越少 也就是说它唱的速度就是要越快 那这个就是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子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进入每一个休止符 就是说就是说一一的来讲解 详细的来讲解每一个休止符 那我们先从全休止符来讲 全休止符呢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 它就是一个学士帽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帽颜 那它的帽口是向下的 就好像是我们戴在头 头顶上的那种那种样子 那么全休止符呢 它在五线符上的位置是怎么样呢 是在这里 也就是说它有一定的位置 不是说我想要把它画在上面 或是我想把它画在下面一点都可以 不可以的 它的位置就是在这里 那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看 全休止符也有相应的符号标记 那么在五线符中 全休止符是位于第四线 它的形态为四方形向下 如帽子口往下 那么在拍子当中呢 通常一小节如果有四拍 以四分休止符当作一拍为基准的话 那么全休止符就是要休息四拍 好那么我们知道全休止符长这个样子 我们知道它在五线符上面的位置在哪里 那么我们来看看 全休止符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画法呢 好我们再看一次哦 增加大家对它的意象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它是在第四线 然后开口向下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帽檐呢 因为它这个帽檐就是跟第四线是压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不会看到它的帽檐 我们就是只要画一个四方形 或者是长方形 一个开口向下的东西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下面有写一个 Thank you to Smiling Tones for allowing us to share the video 因为这个视频呢 是一个叫那个 Smiling Tones的link 那我们写信给它的主人呢 他很心难就是说 答应我们用它的视频 作为教学的教材 然后再次感谢它 等一下我们要运用到它的视频呢 总共有五个 好 那我们知道了 全衣服长什么样子 知道它在五线谱上面的位置 我们现在也知道它怎么画法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它在五线谱上表现的方式 好 我们看到这个呢 就是全休止符 那这个呢 我们看到跟它的位置 刚好是相对的 相对调的 一个是向下 一个是向上的 所以呢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二分休止符 但是 如果今天没有一个互相比较对应呢 单单你拿到一个月笔 看到其中的一个呢 你是否可以很快的就能知道说 它休息几拍呢 所以大家要去熟悉它 它的形状跟它的 休息的排数是多少 好 那我们继续再看一个 一个月谱的例子 这个看起来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说前面呢 三小节呢 他们都是 全英服休止的状态 同样的旁边也有一个二分休止符 可以跟它作为比较 但是问题就是说 当你如果只有看到这个东西的话 你是否能够马上说出来说 它就是全休止符呢 还是你会再想一想 它到底是要休息四拍呢 还是要休息两拍 所以呢 我们要熟记它 好 那么讲完了全休止符呢 我们就来讲二分休止符 二分休止符呢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它就是跟全休止符呢 是相反的 相反的方向 它是冒口是向上的 那么它在五线符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是在这里 那这个位置是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看 在五线符中 二分音符它是位于第三线的上方 我们看到 一二三第三线的上方 那它的形状呢 是四方形向上 好像帽子口往上 那通常呢 我们如果用四分休止符 作为一拍的话 那么二分休止符 它就是休息两拍 好 那我们知道它 二分休止符长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知道 它是在五线符里面 是在第三线 做一个开口往上的 四方形 那我们要怎么画它呢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好 我们再看一次哦 各位请要记得哦 全休止符是在第四线往下画 那么二分休止符呢 是在第三线往上画 我们再看一次哦 好 那我们知道二分休止符的形状 它在那个五线符上面 是在哪一个位置 我们也知道怎么画它 那我们来看看 它在五线符上面 表现的方式是怎么样 好 这个就是二分休止符 它现在呢 就是自己一个独立的出现 没有互相比较了 所以呢 你是否能够看到它 马上就能够说出 它是二分休止符 然后休息两拍呢 然后我们再看看 下面一个例子 好 这边这个红色圆圈圈的 也是一个二分休止符 那我们再看看一个例子 好 这个例子呢 是出现在刚才的全休止符 是前面三小节 是全休止符 那么现在轮到第四小节 它是有一个 负点二分休止符 反正他们两个呢 就是一个是向上 一个是向下的 那我们就是要把它分别清楚 就是说不要去confuse 不要去搞混它了这样子 好 那我们知道了全休止符 二分休止符 现在我们就来讲四分休止符 这一道漂亮的闪电呢 是长这个样子 那它在五线符的位置 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里 那这里是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五线符中 四分休止符 它开始于第二线的下方 然后它中止于 第四线的上方之上 这就好像数值的 那个无须形状 对我来说 我比较希望它是一道闪电 因为比较神奇 那通常呢 我们如果以四分休止符 当作一拍为一的基准呢 那么四分休止符 它当然就是休息一拍 所以我们在每一小节中 只要看到一个四分休止符 它就是休息一拍 好 那我们知道它长这个样子 又知道它在五线符上面的位置 它是位于第二线的下面 跟第四线的上面 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看要怎么画它呢 因为四分休止符 就是说在休止符里面是 比较难画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 我们要怎么画一个四分休止符呢 因为它比较难画呢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增加自己的记忆 好 现在大家知道四分休止符 怎么画了吗 那我们知道它怎么画 知道它在五线符上面的位置 就是说它是开始于第二线的下方 然后中止于第四线的上方 那么它在五线符上面 是什么样子的表现方式呢 这边就有一张乐符 这个就是美丽的四分休止符 好 那讲完了四分休止符 我们就来讲八分休止符 八分休止符 它就是长这样子 就是有一根豆芽菜的 就是八分休止符 那么它在五线符上面的位置 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里 那这里是哪里呢 在五线符中八分休止符 它开始于第二线 看第一线第二线 它开始于第二线 然后中止于第四线之下 第四线 一二三四 也就是说它就是介于 第二线跟第四线之间 不能超过的 那它的形状呢 就像是一条直线 高挂着一个十心的圆圈 就好像高挂着一个豆芽菜 那通常我们如果以四分休止符 当作一拍的基准的话 那么八分休止符呢 它就是要休息半拍 所以呢 每一小节中 你看到一个豆芽菜呢 它就是休息半拍 而且这个八分休止符呢 它特别的可爱 就是小小的 然后存在于第二线 跟第四线之间 一颗很可爱的豆芽菜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怎样画八分休止符呢 我们再看一次 它就是介于第二线跟第四线之间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它在乐谱上面 它表现的方式是怎么样子呢 我们看到 你看好可爱的几颗豆芽菜 在这边 这个就是八分音符 最小最秀真型的休止符 就是八分休止符 一颗豆芽菜 然后我们如果再把它放大一点呢 我们仍然是就是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八分休止符 比较大一点点 比较看得清楚 可是呢 它仍然是在乐谱中 最可爱的一个休止符 就是小小的停在第二线跟第四线之间 好 然后讲完了八分休止符呢 我们就要讲十六分休止符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刚才八分休止符呢 有一颗豆芽菜 那么这个十六分休止符呢 它就是有两颗豆芽菜 那么它在五线符上面的位置呢 就是这里 如果刚才八分休止符 它的位置是介于第二线跟第四线之间 那么现在多了一颗豆芽菜 显然的 它是不是需要更多的空间 所以呢 十六分休止符 它在五线符上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在五线符中十六分休止符呢 开始于第一线 然后它中止于第四线之下 其形状就是一个像一条纸线 然后高挂着两个十心的圆圈 犹如高挂两个豆芽菜 那我们如果以四分休止符 当作一拍为基准的话 那么这个十六分休止符呢 它就停有四分之一拍 所以每小节你看到两颗豆芽菜的时候 就是要停四分之一拍 那我们看的话 就是介于第一线跟第四线之间 刚才的八分休止符 是介于第二线跟第四线之间 那现在多了一颗豆芽菜 它当然需要更多的空间 所以呢 它就向下延伸 变成介于第一线跟第四线之间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要怎么样子画一个十六分休止符呢 好 我们再看一次哦 它是怎么样一个画法 然后 在乐曲上的表现呢 这边有一个乐谱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乐谱 可以作为那个休止符典范的 因为它这边有不同的休止符 首先呢 它有一个全休止符 然后它有个四分休止符 然后还有一个可爱的八分休止符 然后再一个十六分休止符 所以呢 我们很显然的可以看到 最可爱的休止符呢 是介于第二线跟第四线之间 然后呢 再来就是介于第一线跟第四线之间 那那个四分休止符呢 它就是在第二线之下 然后第四线之上 然后呢 全休止符 它就是在第四线往下画一个四方形 这样子就是一个全休止符 那这个就是休止符 它在乐符上面表现出来的形式 那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三十二分休止符 三十二分休止符呢 它就是比刚才的十六分休止符 又多了一个 又多了一根豆芽菜 那么它在五线符上面的位置 又是在哪里呢 刚才有两颗豆芽菜的话 它的位置是介于第四线跟第一线之间 那么现在又再多了一个豆芽菜 它显然的 它又需要更多的空间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延伸到了上面 现在就是介于第五线跟第一线之间 这边它有说了 在五线符中 三十二分休止符开始于第一线这边 然后呢 它中止于第五线之下 一二三四五 第五线下面 它的形状呢 是一个直线 然后高挂着三个十星的圆圈 就好像高挂着三个豆芽菜 那通常呢 我们如果以四分休止符作为一拍的基准的话 那么这个三十二分休止符 它就是要休息八分之一拍 那很抱歉 我这边没有视频 也没有那个乐谱可以给大家作为示范 第一 这个Smiling Tones呢 它没有做三十二分的休止符 然后呢 这个乐谱呢 在上在乐谱上面也很难找到这个三十二分休止符 为什么 因为它的时间实在太短了 休息八分之一拍 所以呢 我们只能在纸上谈兵啊 就是说 它呢 就是三个豆芽菜 然后介于第一线跟第五线之间 然后再来呢 又更加复杂了 又再多增加了一个豆芽菜 这个就是六十四分休止符 那么它在五线符上面的位置是怎么样呢 刚才三十二分休止符 是介于第一线跟第五线之间 对不对 那你看到第一线跟第五线就已经把那个三个 这三个豆芽菜就已经占满它了 所以第四个豆芽菜呢 就是肯定就是要向上延伸发展 所以呢 在五线符中六十四分休止符呢 它是开始于第一线 然后终止于第五线之上 这个东西可以去掉吗 然后终止于第五线之上 你看一二三四 然后就是第五线 然后上面 然后有四颗豆芽菜 这个就是六十四分休止符 那么呢 我们如果以四分休止符 当作一拍为基准的话 那么六十四分休止符 它就是要休息十六分之一拍 十六分之一拍是什么概念 我实在是也并不很清楚 因为实在是太短了 所以呢 我也没有找到乐谱 然后也没有找到说很喜欢的一个视频来 来画六十四分休止符这样子 好 那到这边为止呢 我们就是介绍完了 休止符 我们介绍了它的种类 然后它的实质 也就是说它的休息的长度 它休息的拍数的长短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做了一个等值表呢 让大家看看说休止符 它们之间 就是说拍数的等值关系 一个全休止符呢 等于两个二分休止符 一个二分休止符呢 等于两个四分休止符 一个四分休止符呢 等于两个八分休止符 一个八分休止符呢 等于两个十六分休止符 那么一个十六分休止符呢 就等于两个三十二分休止符 一个三十二分休止符呢 就是等于两个六十四分休止符 还是同样的话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 一直在重复 就是希望可以增加大家的印象 然后可以帮助大家更了解 什么是因符 什么是休止符 然后因符跟休止符的对照 是这样子的 这个全因符呢 就是对照一个全休止符 二分因符呢 就对照一个二分休止符 四分因符呢 就对照一个四分休止符 八分因符呢 就对照一个八分休止符 十六分因符呢 就对照一个十六分休止符 三十二分因符呢 就对照一个三十二分因符 然后四分休止符呢 就对照一个六十四分音符 那么这边呢 就是告诉大家说 修纸符有他的画法 跟他所在的位置 那请大家 就是说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去熟记他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用文字来叙述的话呢 那么修纸符的实质是 还是在重复 可是我希望在重复之中呢 可以增加大家的影响 一个全修纸符就相当于 两个二分修纸符 一个二分修纸符是两拍的话 二加二等于四 所以说一个全修纸符 就是修习四拍 一个二分修纸符呢 就相当于两个四分修纸符 假如一个四分修纸符是一拍的话 那么一加一等于二 所以呢一个二分修纸符 他就是修习两拍 那么一个四分修纸符呢 他就是等于两个八分修纸符相加 那如果一个八分修纸符是半拍的话呢 半拍叫半拍等于一拍 所以一个四分修纸符呢 他就是要修习一拍 那如果一个八分修纸符呢 他就是等于两个十六分修纸符相加 如果一个十六分修纸符呢 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加四分之一等于多少 等于二分之一 所以一个八分修纸符呢 他就是修习半拍 那么如果一个十六分修纸符呢 他就是等于两个三十二分修纸符相加 那么如果一个三十二分修纸符 他是八分之一拍 那么八分之一加八分之一等于多少 等于四分之一 所以呢 一个十六分修纸符 他就是修习四分之一拍 好 那如果阴符跟修纸符之间的十指关系呢 同样的这个都是用四分阴符 或是四分修纸符 作为一拍的基准来说的话呢 那么全阴符跟全修纸符 他们的十指是一样的 他们同为四拍 二分阴符跟二分修纸符的十指是一样的 同为两拍 四分阴符跟四分修纸符的十指呢 同样为一拍 八分阴符跟八分修纸符的十指 是一样的 同样为半拍 十六分阴符跟十六分修纸符 他们的十指是一样的 他们同为四分之一拍 好 这个就是阴符跟修纸符 那么修纸符呢 它是不是像阴符一样呢 也会随着节拍的拍数不同 不同而有所变动呢 答案是是的 这个是同理可证 在阅符里面 修纸符也会根据节拍的记号 而变化它的休息时间 就跟音符一样的 那我们在下一堂课呢 我们会很仔细的讲这个节拍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拍数的变化是怎么样子的 也就是说 我们所看到的全音符啊 或是全修纸符 它并不一定就是唱四拍 或是休息四拍 它很有可能是会改变的 因为音乐本身就是活用的 就不是客制化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在下一节呢 我们会很详细的跟大家解说 这其中的关系 好 那么讲到这边呢 我们就已经把音符跟修纸符讲完了 我们的结论是 音符跟修纸符的合作连结 创作了一首歌的完整旋律 就好像人一样 我们就是在走走停停中 写下了自己的一生 所以呢 我们说音乐如人生 我们也说音符比人类更懂得 什么叫做情感 那可见呢 音符在我们的一生中呢 实在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呢 都少不了音乐的参与 我们自己 我们大家回去想想看 你在人生哪一个阶段 会没有音乐的参与呢 音乐呢 绝对是少不了的一部分 所以呢 这就是我非常喜欢音乐的原因 好 这边讲到这边 我们的音符跟修纸符就讲 讲完了哦 那再接下来呢 那就是思考题 有三道题 第一个 修纸符跟音符一样也有实质吗 第二 修纸符的实质是否是固定不变的呢 第三 一首曲子为什么需要音符跟修纸符 好 这个留给大家去思考 有时间的话 有时间的话作答 请作答 谢谢大家 然后讲完了思考题呢 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读符时间了 那 我这边做了一个简符呢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一个音高在五线符上面的位置 我上次给的是音符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似乎是很难去辨识 他说 瑞在哪里 咪在哪里 发在哪里 那我在想 我如果换另外一个方式 我如果用简体 简体名 来写的话 是不是可以增加 大家对那个 试符能力的 呃 增快 跟呃 试符能力的呃 增强 呃 我希望是如此啊 那就是 你看哦 下一线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央C 他就是多嘛 多就是一 对不对 简符名 他就是一 就是多 然后二呢 就是re 这里就是三 me 这里是四 就是发 这里是五 就是收 这边是六 他就是 呃 拉 然后这里是七 就是T 然后他这边呢 又回到了多 可是他们是 呃八度 八高 呃高八度的一个音阶的一个多 然后再来这个是 re me fa so la ti 我不晓得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是不是 可以比较容易便于大家 呃 辨识出来说 呃 一个音符 在五线符上面的音高 呃 大家回去呢 也可以把这个呢 就是说放在自己的那个 随时可以看到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哦 在第二线就是收 然后在第二间就是拉 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呢 久为久之呢 你对誓谱的能力就会增坏 就会增强 好 那我们上个星期 不是上个星期 我们上一堂课呢 唱的是小星星的第一部 那我们今天呢 是要唱小星星的第二部 但是在唱我们唱小星星的第二部以前呢 我们呢 还是再步行一下小星星的第一部 小星星的第一部 我觉得很容易 那我把它 我们再把它唱一遍好吗 小星星的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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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就梁小杰梁小杰这样子来唱 然后来熟悉它好吗 我们先就梁小杰梁小杰这样子来唱 然后来熟悉它好吗 我们先就梁小杰梁小杰这样子来唱 我们可能每两小杰就会重复唱很多次 最主要呢 就是让大家可以熟知说 我们再说梁小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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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 手一一 再一次 再一次 手一一 再一次 然後第三小節 再一次 然後再來是 第五小節 第六小節 第七小節 第八小節 我們一起唱為什麼 因為第五小節 第六小節 這兩個小節呢 跟這兩個小節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就從這邊 一 二 三 四 第五小節 現在這邊開始上 一直唱到 又到第八小節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那我们现在从第一小节开始唱唱到第八小节 好我们再重新唱一次哦从第一小节到第八小节 这首曲子的第二部它的结构跟第一部是一模一样 他就是说每一小节的组成只有两种形态 就是一组是四个四分音符 然后一组是两个四分音符加上一个二分音符 就只有这样子然后不断的循环就是跟重复 好那么下面这个第九小节呢 九十十一十二一直到第十二小节呢 他其实上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小节的重复 所以其实是上面的重复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唱第九小节一直唱到后面这个第十二小节哦 再唱一次哦 再唱一次哦 好那么我们就把它从第一小节唱到第十二小节 好那么我们就把它从头唱到到第一小节唱到第十二小节 我要从第一小节唱到第十二小节 好开始我稍微会唱快一点点哦 好优优独播重点赞啊 我现在就能唱到第二小节唱到第二小节啊 好优独播重点赞啊 好优独播重点赞啊 这样大家觉得有问题吗 他这个就是对应那个 嗯 所以我们把它唱成第二部的话 它就是会 这样大家有没有问题 我们把它跟着伴奏唱一次 小蜜,大蜜,为你,为我唱唱吗 优优独播剧场——YK Zither Harp 好 这里就是我们小星星第二部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是可以重播 然后跟着它一起唱 我希望我的目标就是从下一首歌开始 我会只有录 除了是让大家跟着一起唱以外 一个就是只有伴奏的部分 那这样子大家自己在家里唱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着伴奏唱 然后知道自己会不会唱 或者是自己唱对了没有 就是让大家自己去发挥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的那个 师傅就交到这边 也就是说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了 谢谢大家一起来上课 然后我现在呢就把时间交还给 交还给主持人 谢谢莲蓉老师 今天精彩的授课 让我们认识了修子福 好 全修子福是一个学士帽 然后老师也教我们怎么样画这个修子福 好 然后我们当中我们还学习了 二分的修子福是相反过来的学士吗 还有四分修子福 八分 十六分 三十二分修子福 其他门的豆芽 对不对 好 今天老师的很细心的教导 让我们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而且我们也知道怎么去画这个修子福 请问大家对于今天的课程 有任何的问题吗 大家可以发问 可以开麦 其实老师我有一个疑问 我觉得好奇怪 八分修子福是一个豆芽 十六分修子福是两个豆芽 为什么没有二十四分修子福 为什么三十二分它会变成三颗豆芽 而不是四颗豆芽呢 OK 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只有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所以如果八分修子福呢 它的一半就是十六分修子福 然后十六分的一半呢 就是三十二对不对 三十二的一半就是六十四 他们之间没有其他的什么三分之一的关系啊 或者是四分之三的关系 没有 但是我们如果想要让 譬如说我们就是可以说一拍分成为两拍 对不对 再分成为四拍 再分成为八拍 分成为十六拍 但是呢我们说音乐它其实是活用的 它是不是客制化的 那么如果有一天我想要把一拍分成为三部分 可以吗 当然是可以的 因为音乐本身就是活用的 可是我们并没有一个三分之一的音符 对不对 这个就是你刚才的疑问 为什么没有二十四分音符啊 或者是为什么没有 这中间空格出来的东西 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只有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或者是两倍两倍两倍这样子 那如果万一我们今天要脱离它这个规则呢 譬如说我们想要让它有一拍变成三个三分之一拍呢 有没有这种东西 有 这个就是我们以后几堂课中会讲到的 单拍子跟副拍子 然后副拍子它就可以运用副拍子的变化 让它一拍分成三等份 每一等份就是三分之一拍 这样子 对 好谢谢老师 不客气 好请问大家还有疑问吗 好如果没有疑问的话 有疑问 哦好请问 老师你可以示范那个拍子吗 全拍 全拍 OK 还有半拍 全拍半拍 四分之一拍 之间它的差别 差别是多少吗 我看看 我这边因为 我这边的那个就是因为我的那个软体是跟那个这个Apple是连线的 所以呢他只会选择说或者是我说话的声音或者是那个我弹琴的声音那我发觉说我弹琴的声音是不会出来他会选择说让我说话的声音来发声所以呢我很发现我没有办法用弹的但是基本上全音符他就是四拍一二三四然后如果二分音符呢他就是一二那如果是四分音符呢他就是一拍他他他他就是这样子 然后如果是那个八分音符呢他就是半拍就是更少的对然后如果是半拍一半的又更少了就是比较难去那个计算他所以通常呢我们不是会有一个那个节拍器吗 那个节拍器呢就是他会帮你计算说在一个小节里面比如说一个小节里面如果有三拍的话呢即便呢你有十六分音符呢或者是二十四或者是十六分音符或者是三十二分音符呢 它会会帮也会帮帮助他们的维系列拉多个小节里面的要计划 但是如果是呃基本上呢它就是呃全音符呢他就是四拍擁二三四然后二分音符就是两拍的一二所以你唱的时候呢一整 natuurlijk 全音符你要唱到唱满唱好四拍不能中段一这个就是呃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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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self 这个就是全音符 那你如果是二分音符呢 你就唱两拍 啊就停了 那如果是四分音符 你就唱一拍 啊 那如果是八分音符半拍呢 啊就更短了 对他们之间就是这样子 那你就是有多少拍呢 你就要唱满多少拍 这样子才是他真正的音符的拍数 如果我们气不足的话呢 有时候譬如说 今天就有师姐问到我了 他就说 那我们再唱那个真佛 感恩真佛的时候 不是会有一个全音符吗 那万一我唱到这边的时候呢 我气不够怎么办 通常呢我们唱一首歌呢 我会先去了解 他整个歌曲的情况 然后我会知道说哪一边 他需要比较多的拍数 那我会在这个拍数要来到以前 我会先偷偷的放好气 然后等到 然后这样子就是准备好说下面这个视拍呢 我可以唱出他 可以唱满他这样子 那不晓得这样子 有没有回答了你的问题 有有有 谢谢老师 可以问老师多一个问题 好 想请问 好像我们在唱 我们在唱 好像我们在唱 连声伯伯提请文的时候 他的节奏啊 这个节拍跟我们 这种音乐的节拍是 一样的吗 怎么讲的 是一样的 就是他 他也有乐谱的 然后你去看他的乐谱呢 你就会看到他会有写说 会有一个节拍记号 他会告诉你说 我每一小节是有多少拍 然后我是用什么样子的音符 比如说我是用四分音符呢 或是用八分音符呢 作为一拍的标准值 所以说 其实你去看他的谱都是有的 没有音乐呢 是没有规则的 就是说没有谱的 所以说我们前面放的那些奏音啊 或者是什么的 他也他就是他就是一首音乐 他就是一首曲子 然后他 可是我们都是用听的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 听到听到惯了之后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谱 也不知道他的走向是怎么样 我们是一直常听听 对我听的话 他应该是四次拍的 因为现在大家比较常用到的 就是四次拍 所以我们会下意识的 以为说四份音符就是唱一拍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这个是现在当下呢 基本上尤其是那个流行歌曲呢 他通常就是四次拍的 或者是我们一般在唱的歌曲呢 也是四次拍的 那如果是譬如说原舞曲呢 这种华尔之呢 通常就是三四拍 他就是每一小时有三拍 然后以四份音符为拍 那我听刚才的那一首 我觉得前面放的那个 莲花童子的咒语呢 非常令人听得非常感动 我最喜欢这个 我觉得我所听过的莲花童子里面呢 我觉得这个胜过其他的 当然我不是说其他的不好 但是他就是特别能够去牵动到我内心最新的身处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 就是说我们在片头的时候放的这个 他应该就是四四拍的 对他就是说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然后每一小时有四拍 如果他今天有提供乐谱给你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他的结构 然后看到他音符的排列组合 然后看到他的音符 看到他的修指符这样子 OK 谢谢老师 不用客气 谢谢老师的回答 也谢谢佳美诗姐的提问 请问还有其他的莲花童子要问问题吗 大家都没问题 好那么我们提醒一下 我们下一个星期 还是一样是我们天涯月的理论课的第二章 阅理的章程二 第三节 乐谱的节拍 所以今天的课程 已经到了尾声 我们首先非常感谢老师今天的授课 我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今天我们都说满满非常的 开心 好 老师再见 老师请老师跟大家说再见 好再见 各位同学再见 我们下星期继续来上课哦 谢谢老师 不用客气 谢谢老师 不用客气 我很乐意 收音 收音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不用客气 没客气 谢谢 开心 你 commerce 我觉得